5月中旬,新竹县明星科技大学啦啦队 代表台湾赴日参加亚洲国际公开锦标赛 获得了三个冠军和一个亚军,表现亮眼 不过这次比赛中也发生了学生黄孟涵不慎衰落的意外 索性送医检查后,没有造成重大伤害 加油! 偷偷,翻滚,跳跃,精弦刺激的动作 展现绝佳的技巧和团队默契 但在最后团体赛的抛接动作 选手黄孟涵不慎衰落比赛电 送医后没有大碍,目前已返加进阳 本来黄同学今天想出去参加今天的茶会 可惜他身体还是有点虚弱 还需要再休养几天 可能下个礼拜一才会到需要上课 这次在日本亚洲公开锦标赛中 明星科大分别获得国际混合五人小组 国际混合大组和国际双人组冠军 表现杰出 消防表示,学生希望争取最高荣誉 展现高难度动作 才会不幸发生衰落意外 未来会更加强安全防护 这次比赛真的是参加亚洲杯所有的队伍 有史以来拿到最好的成绩 那这些同学的付出 这些同学的努力 我希望大家能够多给他们一点掌声 在日后的话我们会对这些地方 有更多的这个维护跟照顾 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我们一定希望他们基础的动作 基础已经打得非常好的之后 再去尝试 明星科技大学啦啦队已成立六年 多次出国参赛 也获得许多奖项 校方表示 这次意外不会影响未来 继续参加啦啦队竞赛 新唐人台电视 林秋霞 台湾新竹采访报道